以专业电竞之名的键盘 罗技G Pro 说到罗技的键盘啊 就不得不提到一青年的G Pro键盘 一支极简设计的G轴机械键盘 G Pro舍弃了数字小键盘 将传统的媒体控制和音量相关控制 变成了功能组合键 并放在了F8到F12下面 一键调整灯光 更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亮瞎你的眼睛 不光如此 键盘的线材也是可以分离的 而这一切的设计 就是为了G Pro的电竞血统 并于随身携带和不挡路 现在游戏其实大多数 不会用到键盘右半边的小键盘 都是左手键盘右手鼠标 所以拿掉数字键盘的话 可以让两只手更口径 对于桌面空间不大的人来说 这也可以腾出多一点的地方 来让鼠标跑动 而可分离的线材 更是考虑到更为方便的替换 选手和部分玩家会随身携带键盘比赛 变相延长了线材的使用寿命 更加呼应电竞 而优秀的技术手感非常的轻 降低了触觉反馈的触发力度 极大的缩短了键盘 但是为了防止误触 键盘的断点相对位置较高 这让它的触感有点像薄膜键盘 1.5毫米的触发位置 加快了指令输的识别时间 毕竟操作嘛 比的就是手速 总的来说 G Pro利用的是机械键盘的操作机制 但有着薄膜键盘的手感 虽说表面上打着专业电竞的旗号 实际上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逻辑G Pro系列真正的核心特性 确实轻巧 它完美弥补了桌面太小 施展不堪 以及传统键盘不便于携带的劣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